HELLO 大家好 我是親子防安營養師陳觀榮 膽固醇都是海鮮惹的禍嗎? 很多人想要降低膽固醇卻不知道如何做 膽固醇過高到底該吃什麼 今天來教大家如何輕鬆而且有效的降低膽固醇 贏回人生健康自主權喔 我身邊也不少的朋友體檢報告出來啊 所有的素質都很好就是膽固醇超標 結果我們大家一起去吃海鮮的時候 他都不敢夾美味的海鮮來吃 其實影響血中膽固醇的原因真的很多 而挑對食物確實對於降低血膽固醇有很大的幫助 只是食物中會影響膽固醇的並不是只有高膽固醇的食物喔 後來發現原來食物中的飽和脂肪酸 甚至是反式脂肪酸也可能造成血膽固醇的增加喔 像營養師們就常常會計算食物中的生膽固醇指數 用來評估各種食物對血膽固醇的影響究竟是高還是低 那生膽固醇指數如果越高當然就代表吃了越容易增加我們的血膽固醇囉 結果我們從這個公式可以去發現 其實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的食物其實影響力更大耶 所以像是有些海鮮食物像是魚肉啊蝦啊牡蠣啊這些海鮮食物 它本身的飽和脂肪酸其實含量並不高 所以如果平常適量的攝取是沒有問題的喔 反而像是一些油花分布很均勻的和牛啊五花肉啊豬皮 雞皮這些肉品喔正因為它的油脂豐富喔 飽和脂肪酸非常的高喔 很容易造成我們的血膽固醇居高不下 所以呢大家應該就明白囉 不需要避開所有的海鮮食物 真正該少吃的是油滋滋的三層肉跟肥牛肉炸物啊 還有糕餅這些食物 它才是造成血膽固醇過高的元兇喔 想要降低膽固醇呢建議呢可以參考 降膽固醇飲食原則來調整平常的飲食習慣喔 第一個呢會建議少吃炸物 酸辣湯玉米濃湯乳肉飯三層肉豬皮雞皮等這些食物 第二會建議挑選比較合適的一個烹調用油喔 建議多挑選像是芥花油啊橄欖油啊苦茶油這些好油脂 而是避開豬油牛油肥肉椰子油還有棕櫚油奶油等等喔 第三呢會建議少吃一些蛋糕餅乾洋芋片這些加工食物 這些加工食物呢本身的反噬脂肪酸的含量特別的高 第四呢就是少吃內臟類的一些食物 像是豬腦啊豬肝啊這些食物 第五就是建議一天吃一顆全蛋就好 而蛋白呢則不受限 第六呢是少吃紅肉多吃Omega3脂肪酸豐富的魚肉 像是秋刀魚青魚鮭魚等等喔 第七多吃膳食纖維豐富的食物像是豆類 顴骨雜糧根筋類的食物還有蔬菜水果 這些食物呢本身的水溫性纖維含量很高 那水溫性纖維本身就可以幫助代謝膽固醇喔 第八會建議多吃堅果那當然也不是很多啦 就是一天三茶吃喔 有時候我會建議呢這些上班族呢 可以將堅果呢放在下午的時候當下午茶 像是核桃啦杏仁啊腰果啊開心果南瓜籽等等喔 這些堅果本身都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非常的好喔 第九會建議適量的飲用無糖綠茶 動物與人體的研究都發現呢 耳茶素能夠有效的降低三酸甘油脂 還有我們的膽固醇的狀況 第十適量的飲用無糖豆漿 纖維質和大豆軟凝脂本身都含有降低膽固醇的功效 所以呢多喝豆漿也是有好處的喔 會建議避免吃內臟類的食物 像是豬腦 豬肝啊腰子啊蝦卵等等喔 魚卵喔 那海鮮的部分呢會建議避開像是花枝螃蟹 魷魚這類的海鮮 肉類的部分呢只是避開像牛小排五花肉 乳肉飯還有豬腳 雞皮 豬皮 那推薦的呢就是像內臟的部分 會建議像豬血跟鴨血就是可以吃的 第二海鮮的部分呢則是建議可以像 牡蠣啊蛤蠣啊蚊仔魚啊 還有那個鮭魚 鮭魚 草蝦等等 再來肉類的部分呢建議雞胸肉 還有一般的這個瘦的豬肉絲都是可以的 蛋的部分建議一天吃一顆全蛋就好 但是蛋白是不受限制的喔 這些醬膽固醇飲食的觀念啊說起來很簡單吧 但是做起來確實不容易啊我非常的明白 因為平常真的是工作很忙碌 要定時定量好好吃三餐都非常困難 還要顧慮吃足夠的膳食纖維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營養師解套辦法 既然我們知道這些醬膽固醇的食物 有這麼多的好處很重要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吞下去喝下去吧 那藉由果汁機呢或者是調理機 將這些很棒的植物性食物把它攪拌成精力湯來補充 其實是非常簡單而且快速的方法 那因為精力湯裡面主要的食材就是 我們的豆類、蔬菜、水果、全骨雜糧 還有堅果這一類的食物 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 這樣的飲食技巧非常有效果 而且能夠解決攝取不足的問題 而且可以快速補充到完整 而且天然的圓形食物喔 身為營養師媽咪啊 我自己最常喝兩種精力湯的組合 介紹給大家 第一種呢是豆骨薑 顧名思義喔 它就是有豆類 那我通常會用蒸熟的黃豆 那穀物呢就是像我常會用五穀飯或是糙米飯 就是煮熟的那種 就是可能前一晚我會刻意的留一些這些五穀米飯 糙米飯保留在冰箱 然後隔天就可以直接製作這個豆骨薑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元素就是堅果種子的部分 那他們的這一杯的營養有什麼呢 像是五穀飯它是全骨雜糧嘛 它是DGI的澱粉啊 全骨類呢它梨胺酸的這個含量比較少 但是像豆類就有比較多的梨胺酸 這一個是必須胺基酸喔 那他們這兩種食物裡面呢 剛好缺乏的蛋白質胺基酸可以互相補足 所以一起吃效果加分 第二呢就是我們的豆類呢有甜中肉之稱 就代表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蛋白質 而它是零膽固醇 營養價值又豐富 加上它又有膳食纖維 所以呢可以幫助代謝我們的膽固醇 第三如果我們能夠這樣搭配金利湯 不只膳食纖維很豐富 還可以補充到維生素B1 讓我們有元氣 還有維生素E 可以提升這個活力抗老化抗發炎 那推薦飲用的時間我會建議在早上喝喔 大概6點到8點這個時間喝是最好的 因為這時候我們的腸胃蠕動也比較好 那這三類的不管是顴骨雜糧 豆類或是堅果 我們把它用調理機或是果汁機把它攪拌過後呢 它會變得分子比較小嘛 然後就比較好吸收 其實真的蠻適合早上我們很匆忙的時候 補充一杯 可以提供身體滿滿的元氣 還有營養素喔 那它的功效部分呢就是可以改善疲勞 還有提升我們的睡眠品質 而且可以降膽固存喔 第二種的精力湯是綠拿鐵的部分 它有三種元素 一個是蔬菜 一個是水果 然後一個是堅果種子類的部分 那它的營養亮點呢就是 第一個天然蔬果中呢 它因為含有多種的抗癌成分的質化素 它可以修復我們受損的細胞 然後蔬果的這個色彩越繽紛喔 質化素是越豐富的 所以如果要挑選的時候 建議可以挑選五顏六色是最好的 那這些 蔬果裡面的維生素A 含量也很豐富喔 所以它可以維持我們皮膚啦 的健康 皮膚狀況的健康 也可以讓我們的眼睛很健康 那避免自由基的傷害 那像是堅果種子類的食物 因為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這些都是對於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很有幫助的飲食喔 加上它的鎂 木芬素 類黃銅 這些營養素可以舒緩我們的壓力 也可以降低血壓喔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喔 就是上班族如果下午真的嘴殘 不如就吃個原味堅果當零食吧 建議每天可以吃大概30公克 大約是三份的一個堅果 那推薦飲用這一杯蔬果汁 或者是說綠拿鐵的時間喔 我會建議可以在下午2點到5點 這段時間來喝喔 因為常常會有民眾跟我反應 就是說欸 我很擔心這些蔬果非常的寒涼啊 那喝了可能會腸胃不舒服喔 那我們可以利用自己體溫 比較高的這個時間來飲用基地糖 其實通常我們下午2點到5點 是我們體溫偏高的時刻 這時候來飲用這杯精力湯就沒問題了 當然也可以用一些食材的一個屬性來做調和 比如說像老薑啊 或者是一些用溫開水來製備這一杯精力湯 其實就可以減少這部分的疑慮喔 那這一杯蔬果精力湯呢 它的功效呢就是可以改善便秘 抗癌防癌而且降血壓降膽固存喔 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的建議呢 每日的膳食纖維總攝取量應該達25公克到30公克 但是現代人啊真的三餐都是外食為主喔 而外食的蔬菜量都偏少 約有9成以上的國人呢 膳食纖維的攝取量嚴重不足 加上工作壓力大的時候呢 就會隨手吃點加工食品 像是洋芋片零食餅乾 藍素酥鴨 但是這一些食物其實含有很多這個 氫化的植物油喔 吃多了真的很容易增加我們的血膽固存 還有三蒜乾油脂 加上呢這些板式脂肪酸 都是我們人體難以代謝掉的油脂 因此心血管的風險真的會更高 所以零食真的是少吃為妙喔 如果平常三餐都營養均衡 而且顴骨雜糧、豆類、多攝的蔬菜與水果 都有攝取足夠的話 其實並不需要天天喝這兩杯精力湯喔 而是當我們挑選的外食都偏油膩 而膳食纖維又吃的很少的時候啊 這時候就會建議利用早晚的時間 來為全家人製作這一杯營養又健康的豆骨薑或是綠拿鐵 來補充我們還沒有吃到的天然食物 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解套辦法 所以我自己呢 常常會稱這兩杯叫做 懶人健康飲食法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下 我覺得一般上班族呢 我推薦的一日三餐組合喔 早上的部分呢 建議就是喝這一杯自己做的豆骨薑 然後可以買一下市售的一些三角飯糰啦 地瓜啦或是小饅頭搭配 那當然如果還會餓的人 也可以吃一顆茶葉蛋 來搭配組合 那中午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可以挑選像是自助餐的選擇 然後下午的時候呢 就可以適合喝個綠拿鐵 然後加堅果一小把 晚餐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吃昆布火鍋 就是沒有太重口味的火鍋啦 這樣的一個一日三餐有幾個重點 像是自助餐的選擇是因為 我們的澱粉呢 就可以挑選像是糙米飯 紫米飯 來取代白飯 而且我們自己夾菜啊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補充到 各種顏色豐富 而且份量充足的蔬菜 晚上的部分呢 我們要吃外食的時候 相較於其他的外食喔 我覺得吃火鍋是更聰明的選擇喔 因為火鍋它本身的蔬菜量非常的足夠 如果想要降膽固醇 就要多挑選吃火鍋這一個選項 而且它呢 可以選擇我要搭配什麼肉啊 像是我可以挑選雞肉 魚肉 蛤蜊 海鮮 來取代紅肉 那因為蔬菜呢 攝取的夠多 加上呢 這些蔬菜剛好水溶性纖維也很豐富嘛 它就可以幫助膽固醇有效的代謝 學膽固醇呢 居高不下的時候呢 不需要完全的避免海鮮喔 真正該少吃的是三層肉 牛肉 油炸的食物還有傳統的糕餅 第二呢 我會建議三餐呢 要多攝取豆類 蔬菜水果 顴骨跟筋類的食物 能夠有效降低血膽固醇喔 第三 要適量的飲用無糖的綠茶 或是無糖的豆漿 第四 我會建議外食足 能夠善用兩杯精密湯 快速的來補充我們身體 而這些很好的質化素 還有纖維質 能夠有效降低血膽固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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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